茉莉花只长枝条和叶片 它不该花怎么办 这期视频给大家分享 茉莉花开满花 五个关键点 而且花期不断 好习惯 记得点赞加收藏哦 第一点光照 茉莉花是一个超级喜欢光的一个植物 你要给它充足的光 它才能会长出一些粗壮的枝条 和一些很大的一些叶片 大的叶片在接受阳光 通过光合作用来集聚营养 这样子的话 下一步长枝条叶片和开花 都不在话下 如果你把它放在位置 有一些绿子给它进行了遮阳 然后这个茉莉花它就会像伸出阳光的一个无形的手一样 它就像阳光的地方去伸展 然后伸展的时候 它就像是营养生殖 没有一个繁殖生殖也不会去开花了 这样子的话它就是徒长了 所以说一定要给它充足的阳光 每天的光照至少15个小时 这样子就够了 第二点就是肥料 茉莉花的肥料就分两种 有机肥和化肥 以水龙肥为主 有机肥主要的目的就是 开出来的茉莉花它很香 这也就是有些花有它种出来的茉莉花不香的作用 因为有机肥里面有些微量元素 它可以促进一些花比较香的一个原因 然后化肥它相当于是一个气补的一个作用 因为有机肥里面的蛋铃甲 含量是有但是比较少 你要通过三元复合肥 蛋铃甲比较均衡的 然后给它补成蛋铃甲 还通过磷酸二金甲 在它花芽分化的时候 然后给它触花 这样子的话 有机肥和化肥交替到使用 才能达到一个茉莉花开的很多 而且很香 具体该怎么用呢 有机肥是在每年的秋季 在你换盆的时候做一些底肥 如果你不换盆 你可以在花坟边缘跑个坑 把有机肥埋进去 和那个土壤稍微拌一下 也可以很简单的把它撒到盆土表面 当然这个是发酵好的有机肥 在每一年的秋天只需要施加一次 化肥该怎么用的 就是每一年的秋天时候 这个时候就该施化肥了 然后交替到用 有机肥施加完了以后 化肥就是零酸二金甲加三元复合肥 因为在秋天的时候 你要让它植物长根 尤其是个茉莉花 要让它长出更多的根的话 三元复合肥单领甲比较均衡 施加进去的以后 再加一些零酸二金甲 比例的话 三元复合肥是一比一千 零酸二金甲也是一比一千 最好是兑水 然后一个月一次进行灌根 它缺水了就进行灌根 这样子它长枝条和叶片的同时 发出一些新芽的同时 它还会长根 这样子的话 整个秋天把根长好了 明年的春天开始 它就会 只要有一个花芽 它就会开花 只要有一个花芽 它就会开花 这样子会源源不断的 茉莉花进行开花 通过这两种方式 你的茉莉花在未来的一年 要么在开花 要么在开花的路上 第三点 茉莉花的修剪 茉莉花的修剪分两个点 一个是花后修剪 和一个秋季修剪 花后修剪就是一个清剪 就是在春天过后 每一次开完花以后 花败了以后进行修剪 修剪的话 你看花朵在这 第一片叶子 第二片叶子 在这个地方进行修剪 这样子就剪出很短的一节 这个叫清剪 如果是在秋天的话 你要根据整个树形 然后打到一个秋剪 叫生剪 以完全不需要保留几片叶子 根据它的树形和树冠 只要是以下的全部剪掉 以上的全部保留 这种修剪 也就是根据整个植株的生长状态 根据花朵的大小 有一个灌符 形成一个扇形的边缘 以上的全部剪掉 第四点 茉莉花的土壤 茉莉花是一个很喜欢的一个植物 所以说它的土壤 偏绿质要偏酸性 怎么样去做呢 我们在配的时候 可以给它加一些硫磺 按照千喷之一的比例 也就是在配土的时候 在那个土上面给它撒一层 这样就够了 至少保两年 也就是一个偏酸性 还有一个就是 你要不加硫磺 没有配的话 我们平时给它喝醋 就是我们家里面吃的一个食用醋 也是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就是在每两三个月的样子 然后给它浇水的时候 在里面滴几滴醋 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然后这样进行浇水的话 它的土里面 还是含着一个 PH值偏酸性 你是不是发现 有些你种的绿植和花卉 就是你吃完肥以后 它长得不好 而且那个肥料它也不吸收 就是因为你没有给它制造 它喜欢的PH值 酸性还是碱性 茉莉花就是一个洗酸性的 所以说你吃完肥以后 给它制造一个酸性土壤 它才能吸收土壤里面的营养物质 第五点 茉莉花的繁殖 只要你买回来一盆茉莉花 以后你们家里会有很多盆茉莉花 就是利用每年秋天的时候 把这些修剪下的枝条 找出一个粗壮点的 比如说像这个枝条 这是你绿的颜色要深一点的枝条 然后找出来一个比较高的 然后在这个底下 找出一片叶子这个段 这一段的话 上面一叶子大概一厘米处剪掉 下面大概有三厘米处把它剪掉 这样子的话 再把这两片叶子再剪掉一半 这样子就是一个扦插的一个小枝条了 扦插到窒石里面或者河沙里面 然后半个月左右 它就会长根了 长完根以后 你就可以把它移到这个大盆里面 这个大盆其实 小的茉莉花 你也可以直接动扎盆 你看这个我就是一个扦插的苗 它的根的话就长得很好 你看就像这种情况 我才刚种了两三天 这里面的根已经长出大白根了 相当于这个就是一个枝条扦插 扦插完了以后 在这个地方 芽点这个地方 它开始长出一个新枝条 然后你就把它直接种到大盆里面 像这一盆看来就比较明显了 上面进行掐头了以后 你看侧面开始长一些新芽了 这个也是通过枝条的扦插 成活了一株新的一个茉莉花 相同的扦插方法 你看这盆枝字花也是这样干的 通过一个小的枝条进行扦插以后 它长出一些新枝 种到花盆里面 它就变成一盆新的一个枝字花了 好了 种好茉莉花 开满花 五个关键点 给大家分享完毕了 我是风仲偉燕 关注我 每天给你分享 养花中国的点点滴滴 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